就把这个时间举给王老师 那个 如果来战云前 真正就突然就长延 然后就上部下也好听 然后就没时间准备具体 所以我就干聊一下 然后大家就讲一下这个 因为这个LAST 本来我跟蔡主聊的时候就是说 其实因为我现在从定云离开以后 我就不太去做什么事情 后来在华为做这个 后来就叫我来讲一下 所以我就讲说 RAST在云生里的一个发展 可以先问一下大家有用过RAST的 有没有 没有 就你们三个 应该都听过RAST了吧 听应该是听过的 RAST这两年还是稍微起来一点 现在进入这个语言排名的小小时 而且最近呢也这个社区里面 也有些热的这个新闻 让我想起当年这个 Docker的时候的状况 大家可能之前也看到 Docker有个新闻说 DockerHub要挺这个 所有open source的这个 这个账号 对吧 然后他 对啊 然后后来他又没挺对吧 我感觉这是这帮人又刷一阵存在感 那RAST的这帮人呢 因为我的老板呢 就是华为在RAST的基金会的董事 然后呢 他们这个当然 因为华为没有这事也没有参与啊 就是基金会的出了一个新的章头 一个章头 不是章头 叫Tradamark的一个 policy 就是说你怎么用RAST的这个Tradamark 然后呢 在社区里面引起了一片骂声 这个当年Docker其实给所有在DockerHub上 在Github上用Docker作为你的仓库名的人 都发了email 就是说你不允许去运用 我不知道大家也不会经历过这个事 就我当年这个都干过这些 经历过这些事 Docker的Tradamark的 policy里面 有那么一条就是 没有经过它的公开允许 你不能在公开场上使用它的名字 和它的这个商标 所以你可以看之前 国内的所有的这个会上 凡是讲Docker 其实你都已经有违反它的人 它都可以给你发力上 所以就是这个在开业社区里面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这就涉及到这个 一个开业的如何管理 这个我感觉现在RAST跟Docker 其实有那么一点相近的地方 这是就是最近的新的新闻 但在2月初的时候 美国的商户 包括美国的一些政府部门 它其实出台了一个条例 这个条例里面 就是推荐大家用内存安全语言 内存安全语言里面呢 其中有Golang 大家如果在云原生里面 其实最早都是Golang 然后还有RAS 还有Java 所以在他们的美国的这个宣传里面 就在认为就是说内存安全的这些语言 是现在应该去大家在技术软件里面去用的 但在云原生这个领域里面呢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 就是其实目前你们能看到应用层面的一些项目 它其实没有RAS 但是它在这层 为什么说去用这个去讲这个RAS这个事呢 它RAS的本身 因为最早其实在国内搞Golang的时候 我13年14年 包括当时在上海 我就搞很多活动啊 在深圳 就是也是去讲Golang Golang它是一个非常工程性的语言 就在我来看 Golang的特点是 你不管是多高手 然后还是你是新手 只要你公司的规章制度定的差不多 对吧 规范定的好 你的这个写的别太乱 这个两个人写出来的代码差别不是特别大 那这个是Golang的特点 在我来看 就是它是为大型的工程去设计的一个 它是RAS的代码 RAS的就是 你可以 当然现在有讲的 就是RAS叫做下一代的CAC++ 它的这个写法就相对来说 能看出来你对这个语言的理解的程度 所以呢 现在有个人讲的 学题RAS的曲线很懂 我包括我之前去搞去写这个RAS的时候 发现也是这个问题 就是好多问题是理解不了的 然后你只要一写 就编译记就包错了 你连都知情路比 都不知情 到现在当然有这个什么XGT了 有各种方式 其实这个曲线已经降下来很多 而且后来我在很多项目里面 我们有大学的实习的学生 跟我来去一起来做一些RAS的相关的东西 后来我发现一个非常 就是我们觉得曲线抖的原因是 因为大家都是有过其他语言变成经线的人 然后我们都有一个思维的定识 我们会用这个思维的定识去看这个RAS的 然后呢去参照原先的方式写的 就跟以前我看的 最早我们在国内搞勾浪的时候 包括那个老县什么县重GDR 我看了很多代码 那郭浪代码写的跟Java是一样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 你把Java那一套套到郭浪里去写 我相信现在很多公司也有能干的 对吧 所以那个郭浪代码 你能明显看到Java的那种命运痕迹 那种写的痕迹 那现在我们到RAS的这个层面上 反正这边不行了 你原来才没有模式套不过来 你真正需要去理解RAS 这个是学习曲线抖的原因 但学生他没有这个问题 他上手他就学这个 他C 他就算在学校里学了Sales 他其实也没想到他们政治的东西 对吧 他真正做的是你点一个RAS 像他反而不比我们上手 所以我觉得他学习曲线抖 是因为我们之前自己的这个 固有的编程经验 包括思维定义的造成 所以我觉得当你去抛盖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重新去学RAS的时候 他其实还是特别有意思 他比GOLA要有意思 GOLA就是我一直都觉得 就跟我最早运稿 写PHP写过来时间 我觉得的话就是傻傻的写 然后他反正就跑得很快 而且不出什么大错 那RAS的呢 就是只要你编译过 那也没有大错 但是你可能在写到编译完成的这段时间 可能说完成 他给你的这个钱 就是给你的这个统统的阶段 所以这个其实是RAS的这个特点 那这两点呢 就是说有一些说法叫什么RAS的存勾世界 对吧 然后呢其实在我来看呢 这个有点集中 但是RAS的确实在基础软件领域 会有很多的改进 比如说最近 不是最近啊 去年底吧 就最热的这个圈里的新闻就是RAS 但是呢 呃 从我们现在的实际测试来看呢 就是如果想写复杂的应用功能还是比较难 只是大家就这边写个 相当于你写个Hallor的还是可以的 但是你真要说 我写个什么存储啊 网络啊 什么插件等等 这个还是需要在这段时间 据我估计可能要到明年底的 呃 LongTurpe的那个Support段 我估计可能要到6点 大概在6.78的样子 那我才能正式 而且要在社区里面还需要有 一定的这些mentainer的支持 所以但是这个事情有标准的 一个问题就是 包括我之前看一些新闻 比如说CNLC加压的 LongTurpe的mentainer 基本都已经都估计要比我 还要达着10岁 55岁多6的那种人 然后他基本上 后面这一代 已经没有起来像 像这么厉害的这些人 能够维护这个事情 而且新的这个kernel开发 其实是越来越少 希望能够借LongTurpe的机会 能够改变这层 所以 呃 我觉得在技术软件领域 就是我们讲的技术软件 其实是比较偏诚层的领域 LongTurpe的 是很大机会的 因为GoLongTurpe 它不是不好 它有一个非常严重的GC的 这个事情 它影响到它往底层去做 比如你看做 做切入式编统 你不可能是GoLongTurpe的行 这个这个就是严重的这个 它也不算 因为GoLongTurpe的设计 人家就没打算干什么 但是RAS它其实是不做的 所以这个 这个国内有一些学校 包括一些企业 其实已经尝试 包括那个RT-Squire 像这种 这种项目 它其实都已经支持RAS的去行 所以这个我觉得 是RAS的一个新的趋势 所以我们看 在我们 回来讲原生 再度来看 原生其实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说 比较偏底层的系统层 包括ROMTIR这一级别 再往上一层就是 Kubernetes被调度这一层 再往上 其实就是我们便宜应用的 那么我们一层应用看 其实RAS 其实做了很多尝试 在最底层 其实现在有一个项目 我不知道大家观众 就是叫AWS 有这个container的东西 然后它是用RAS去的 叫AutoRocket 这个项目是他们用RAS来做的 大家如果观众早的话 可能知道最早的containerOS 是CoreS做的 它就叫CoreS 所以当然CoreS 后来这个随着它被RAS收购 然后慢慢的像 它就 它就 那个 现在我们叫Flat Flat Linux 还是叫Flat container Linux 我们大家记得 记得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它这个像 刚刚的其实 就我也大家关注 但是实际上 这个方式已经被一些 云厂商所接触 因为 我们去 我们要站在两个角度 看这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说 如果我是用CoreS 对吧 那我看面具是一个集群 如果你是一个host 一个CoreS 尤其是你做Service 你就要考虑说 我的成本问题 那么container Linux的成本 其实相对来说 它是 因为这个container Linux 它已经没有包管理的 这个工具了 如果我正常用Dervine的话 对吧 然后你会有Dervine的这个 apt 对吧 然后如果你用Santos 体系的 有Red Hat 你会有RPM 对吧 在container Linux 它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它就只有容器的 启动的管理 所以它所有的都是 都是产生方式 包括它的文件系统 还有 尽可能要采用 类似于AOFS的 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 现在AWS的最新的厂实 其实是已经开始使用 这种container Linux 来做的 所以它底层是用 它的整个的实现 是用RAS来做的 而且它也开原本 这个是我们看到说 在底 当然这个在底层就是 Kernel Kernel现在已经可以用RAS 再往上在操作的层面 这种container Linux 已经有人去用RAS 然后包括其实我们在这个 我们和这个中科医院的一些合作里面 我们也尝试说去构建一个 完全使用RAS的一个操作型 但是这个发现困难还是很多 我们的套路是 我们用一个Kernel的6.2的版本 外面所有的软件包 全部完成RAS 你原来有些样样的就不改变 但是发现你完整套件 还是很困难 包括你支撑里面的应用 但是我们去做这个尝试 就是去看到底这个东西是不能实现 那我们看到这个RAS的社区 其实 我其实我有一个观点 不知道对不对吧 就是在我来看这几年 包括 包括原生 包括这个 其他的 我觉得是没有创新的 没有像当年Dog Kernelis出来的这一波的创新 让人觉得眼前一样改变世界 当然这个XGPT 这个是可以的 除在基础方面里 包括在研究上面里 其实没有什么信念 所以大家的套路就是很简单的 对吧 既然没有新的 那我就用RAS重新再来一遍 然后再往里面加点什么东西 那这个时候就看到很多的人 基本上都在用RAS重新 包括华为也用RAS重新 所以我们看到在越底层的地方 大家都在做这样类似的事情 然后 这是我们从连往上说 就是 这是操作从Kernel到操作 再往上 其实我们就说 CNCM就是CNCM 这其实不是CNCM 就是说有一个基金会叫 OCI Open Container Initials 这个是定义了R oPass R Cartel 然后它的组织就叫containers 这个应该是原来Core S的人 被收了以后有几个日本人 然后他们来做了一个项目 他们用RAS的完整实现了OCI的所有协议 就是OCI的关键的三个协议 一个就是Run Type的协议 一个是Imager的协议 一个是Distribution的协议 就是说至少你现在可以 你看到东西去装出来 封装出来一个纯RAS的写的 能够去Run的Docker的类似于这样的 当然现在它的版本 最近可能是0.5还是0.6 没有写的没有那么完善 至少能看到说已经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这个东西写出来以后 我觉得可能会对Docker的生产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为什么就是包括之前我在通讯 我之前在通讯云也是做这个容器产品 然后现在的通讯云的容器 包括现在通讯云开源到 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的TKE 是当时我带过去搞的 所以在我们来看 在这种云厂商的时候 它会去用 因为对于它来讲 它的成本是非常大的 这个成本的压价来自于 你对硬件性能的这个压价 所以如果用RAS的其实是高于Go 包括现在其实我们跟一系列国内的大厂 我就不说是哪家了 最近也是封口浪尖的一家大厂 它们完全是90%的沟浪的位置 它们现在提出来说 我要用RAS的去重写 沟浪的long-time 回敏 就去亚亚游行 所以我认为如果对于一个云厂商的 House的来讲 其实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所以我觉得用RAS去写OCI实现的这个项目 其实还是很有价值 但我们知道这个OCI实现 它其实是纯的调用这个 什么siggroup namespace的这种方式 它是不能叫做虚拟化 那么在虚拟化这一行 其实有另外一个项目 是比较重要的 叫RAS的VMM RAS的VMM这个项目是intern限制 它是因为我们知道虚拟化它是QMail 然后大多数的QMail QEI 这些都是C写的 而且大多数的我们知道在云厂商的安全问题上 基本都是打透了QMail 然后杀了 所以他们认为用C是这些年安全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 所以intern签头的RAS的VMM项 它其实就是说要重启的这一套东西 包括我们看到说QMail和QM的Painer也采用 那这个项目里面采用的有几家人 其中他们起手做这个事的时候 是因为AWS有个项目叫Firecracker 就是AWS做Lambda的 包括这种Function的这种项目用的 这个技术组件 这个Firecracker就是RAS籍 然后他们就在这场之前跟Google的人一起 包括Intern人一起来做各种各样的封装 出了这个RAS的VMM 它其实是把你做虚拟机的虚拟化的这个组件 它就做成了一个一个RAS的Credit 就是RAS的Library 然后任何一家厂商都可以去让Library 去做自己的虚拟化的东西 然后呢 这里面 这个Intern自己做了一个全功能虚拟化 叫Cloud Hypervisor 然后呢 呃 以前过来有一家创业公司叫Cata 大家可能应该听过他们吧 然后他们后来被 马蚁金服说了 然后马蚁金服的这些人呢 也是在用RAS的去充写 也采用到RAS的VMM 这个项目也去战术 他们所以现在Cata肯定点 现在也有一部分在用RAS的充写 然后呢 呃 华为呢 他自己也参与这个项目 做了一个叫Strand work 所以他大家都在这个RAS的VMM 上的这个项目的基础之上 用这些RAS的组件 来做自己的虚拟化 然后来去为这个 这个他的这个 运营生的服务来提供支持 就是如果你现在看到的 呃 这几家银产商里面呢 他的如果是Corporated式的机群 你可能是掉底层是这种 呃 可能还是他 我估计可能还跑的是让CM 如果他已经买的是他的那种 像做这个什么 就是多租户的 就是比如说两个租户 在同一台物理机场 这种他们现在基本上会采用 这种 呃 这种 叫他们虚拟化的 在虚拟化的方式 以前要跑CM化 因为CM起的又慢 呃 占的资源又多 所以他们现在大多数都采用 类似于 Rust VINM封装的这样的产品 包括 呃 华为原创就是应用的Fairware 然后 呃 我不太确定哪里面 原创是应用的卡 但是我估计可能 技术上也会差不多 那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虚拟化的领域 所以他其实已经在用Rust 来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是说 呃 在这种基础的这种 底层的下方上 然后已经 呃 逐渐的厂商都会采用Rust 来去做 一个是提高安全性 第二是 降低它的这个 这个 你叫它们的底层 说白了就是说 你要降低你对你的这个 这个 虚拟机的这个 这个 对你的母机的这个 这个资源的消耗能更多的展示性 来卖这个核武提高的手里 现在这是一个肿瘤的一个趋势 然后 我们来说这个 Cobernetis Cobernetis这一层 其实在用Rust做的不多 我 但是社区里面是有一个项 专门是软煤 去颁定这个 这个 Cobernetis 因为如果我们想用Rust去调Cobernetis 的话 你还是要存在的API 那么它是有一个Cobernetis 这样一个项目来去调API 它是紧跟着这个社区版本 每个版本的东西 这个项目 其实是 我们现在基本上去测试过 它是比较 跟这个 够的这个 开源是基本的兼容的 然后呢 最近呢 我看到有一家公司叫Dito Briggs 大家也不知道听过 这个做大数据的 他们现在出了一个 用Rust写的 命令工具 然后也是可以调Cobernetis 的API 所以呢 这一层面 如果目前看到还没有人敢 站出来说 我要把Cobernetis 这里提个组件 用Rust写 我估计 就算想也没人敢说这个话 这个造成 但是呢 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件 其实大家其实都是有想法干的 就是前面那个静涛讲的ETCD 对吧 从我以前做生产的经验来讲 ETCD是最可能出问题 就是在公文语言上 如果基本出了事儿80% 就是看ETCD ETCD 一个是它的这个 它自己的状态问题 第二是它的这个基金化规模 你其实取决于ETCD的支撑能力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最早的时候 我曾经跟那个国内有家公司 做Rust 应该叫PinkHab 我跟PinkHab的那几个主要的人 聊过了一天 他们认为也是 当时我的是想劝PinkHab的人 说你们把这套做一个 建议ETCD的API调用 我一个公共云的厂商 我搞一个这种 我一个reader里面搞一个PinkHab的机群 对吧 然后呢我前面跑 建议ETCD的API 这样的话你不会因为我的这个 一个机群 现在我不知道大家外面说一段吧 以前反正我干这段的时候 大概有个三层台 三层台的这个调度 这个host的这个 因为它主要限定在ETCD 那如果换COPJ 换那个 换这个PinkHab的类似这样的 这个分布式的大型的数据库 来称这个ETCD的话 是不是可以调的那么多 其实呢 这个我知道 包括我以前在包围 有些厂商在做这个尝试 包括这个 有用换Redis的 我知道 有家厂商用Redis 然后上面做一个ETCD的协议的联盟 然后去称这个机群 这都是各家都去盖过这种类似 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看到这个 那最近的我看到一个新的趋势就是 几家做数据库的厂商 都在做ETCD的 trust的版面 PinkHab自己有一个版面 然后这个应该是唐游他前头做的版面 他是PinkHab主要的这个 我认识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展示 然后呢 在杭州有家公司叫Datiband 然后也是做 他应该是做 无数据库 还是做十区输入库的一个厂商 因为他们也都是做这种 垮激情的输入库 所以他的 分布式的这个状态的同步 他也小的是Rust 所以呢 他觉得那我就兼容ETCD 做一个Rust的一个版面 所以这是我看到的国内海厂商 国外应该海也有 所以我认为未来可能最大的 在Cognitius这个调度管理层面 最大的Rust可能进入的这个领域 就是说ETCD的这个事情 而且也是大家管理机器要需要 这个方面用Rust的重含提高效率 我觉得是应该可行的 我觉得原来的ETCD 需用勾浪来写这个 这个当时早期 那时候03年04年的时候 早期这样干是可以的 但后期真正是上风产 我觉得ETCD可能早有没有调起 只不过没想到会拖这么久 这是在Cognitius这一次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Cognitius 有一个现在 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有 大家有在搞这种联邦的这种策略 在搞就是说 我几个跨云甚至跨region的这些服务器 集中在一起 这个事其实现在有一个项目叫 国内有家公司在做 就是叫Darton Law 这个德语的单词 这个其实是以前输人云的老板 这个帮我说的 然后呢 他当时我跟他聊过的 一起来去传论的项目 他们现在有一个基于Rust的写的 叫XLED的一个项目 他们最近有个项目 然后呢 然后呢 如果你用了他这个项目 就相当于说 那我就不用搞联邦了 那我全网 一起CD的数据 全网他这一台上 全网他这一个服务商 那基本上你的整个 如果你在不同的云 不同的机群上 比如有一万块机器 他所有的ETCD都走他这个 都走他这个方式 这是他们在做的一个项目 如果大家有兴趣 就可以去关注 然后这个是Kubernetes这一层 然后再往外 最外一层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时常用的 比如说 刚才我说Tintype Tintype有个叫TechV的项目 它是一个 叫原生的数据库 但是我一直觉得 这玩意跟原生可能也不太大边 但是反正大家都觉得 如果这种数据库是 是原生领域 那它确实是用RAS的形容 然后还有现在我看到的 一些原生领域的 全线认证的项目 开始在用RAS去尝试 在最外围的原生这次的项目里面 反而用RAS的尝试不多 因为毕竟开发难度 和使用的难度来说 狗浪还是更加清明一些 RAS的显得有点不太合适 所以在这一层 我倒没看到 这个是整个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RAS 应该会在未来的 两年到三年内 在原生的更底层的领域 尤其是在底层的 这一层 虚拟化这一层 包括大规模的调度上的这种 对于性能调度比较高的这一层 会有很多的 很多的一个渗入 但是毕竟我们这个圈 可能还是狗浪为主导 所以如果 你比较关注底层性能 我觉得是可以去尝试去看一盆RAS的影像 也许会给你的生产 带来一些新的一样的体验 我觉得主要的除了性能提升以外 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对于你的安全 自己性能的集群的稳定性 我会带给更好的提升班 然后 我觉得 因为我这两年开始做RAS 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希望的一个原因 然后 我觉得未来有可能会在原生的领域 有很多的底层 也想大家可以尝试去试一下 好 反正我也没写PP 然后 我后面大概等我 后来回来 我会准备 再等一下 到时候给主办方来 大家看一下我今天讲的内容 好 就是这些 谢谢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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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的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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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雲元森這一塊的話 是這個 叫 RUX 這種 或者 GO 這種 或者 BATEN 這種的話 就是說 他們這種 到底是有什麼本質性的區別嗎 因為 其實之前我是一個 其他家的話 我是可以直接操作什麼 所以說 如果要進去安全鞋 但是大家偷偷用 VFCO 的話 包括這種 Centerbox 這種的話 那麼是不是又住在同一個人 這個系統系統系統 因為 RUX 沒用過 所以說就是不會好 我們站在兩個角度來一起說這個問題 第一個角度就是說 假定我是一個寫雲元森林用的人 那這個時候 你其實用不用 RUX 取決於你的 這個項目的這個情況 對吧 如果你 如果你是 據我的這個兩個理解 包括我對以前的業務的了解 一般的如果你是寫雲元森林用的 應該不太容易去用到 RUX 因為 因為在應用層面的這個開發 可能 GOLAN 會更快一些 那如果 GOLAN 跟 RUX 的比 跟 Java 什麼這種比呢 那就看你們這個以前的公司的基点 我倒不覺得說 GOLAN 一定是在哪個方向 要比 RUX 要更更快一些 這個就反正在你去做原生應用去用它的時候 你說我寫個寫娃娃然後打個包 然後傳到 RUX 上 那這種情況下 你可能對於 這幾個語言的選擇 沒有什麼 傾向性 就是看公司 或者是看你的項目方的要求 對吧 假方還是說都算了 如果你是 HOST 如果你是管機群的人 對吧 假設你是一個公司裡面管機群的人 那這個時候 你要說我要去寫一些工具 去管理我的機群 那這個時候的優先選擇是 你要用 GOLAN 因為 COPERNATES的原生是 GOLAN 寫的 如果你要去說我要去管理機群 或者在機群上增加一些功能的話 這個時候你能夠浪 包括你做的運行選擇 這個可能是更容易一些的 如果你是說 那我是做原生服務的 我是個雲廠商 我要把我的這個公司 就把我的這個產品的這個收益提到最高 安全性提到最高 那有些組件底層的組件 我覺得是可以開始嘗試 我覺得可以開始嘗試使用 RUSD 就像我剛剛說的 在虛擬化的組件上 使用RUSD的安全性 和它對性能的這個壓感 是高於 GOLAN 我覺得 你要就站在你是幹事兒的角度 來去理解你到底要選什麼 你的 老師 這種基本的性能 還是因為它本身的VM RUSD是沒有VM RUSD的基本的性能 可能會比C稍微慢一點點 一點點 大概用百分之幾的這個程度 所以對於你來說 它是可以接受的 那 GOLAN和這個 Java 它是有VM的 所以這個東西 它是不可能進到 kernel 也是不可能做很底層開發的 一個GC卡在那裡 整個機群 無聊就大了 所以這個 所以我就說 所以我就說 對 所以我就覺得 ETCD GOLAN 它以前最早的時候 我們遇到的問題 就是 ETCD 碰到GC在圍生的一刻 一卡死整個機群 當時這是我們以前遇到的生產問題 所以我剛才解釋就是說 不是 我以前也說的話 就不是 因為最早我在國內 最早講的 講的東西 講的原生 就是不是因為你要 原生而去原生 我現在講的VAS 也是不認識 因為我說的VAS好 所以大家是弄那個幹 不是 還是要區分你自己來做的事情 你是站在誰的角度 我是英文開發的 我還是管月圍的 我還是個服務商 你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 哪個語言帶給你最大的收益 然後去選擇 你要說 說寫個什麼外國應用 你要我 我肯定也不會推薦VAS 那我覺得你還用 跟TRT, Node.js可能都好 那你說就是 如果我做這個 我就想說 這個 人家的這個 就性能的話 除了一件 的普通才開發的話 那是不是你也能提前 是怎樣加入 普通的 普通的話 其實 其實我講我們 華為有個比較大的 像Open Harmony 我們 其實現在一切組件 已經開始嘗試使用RUS去做 這個 我不能說 它一定能做到 但是其實我講 業界其實已經開始做 包括我們 我們公司自己也在做 也投了很多人去做這件事情 我再來看就是說 我們雖然比 C的性能低那麼百分之幾 但是帶來的安全性的提升是 這個收益是正向的 最近拼多多這個事兒出來對吧 不知道大家也知道吧 應該都聽不懂 拼多多這種事兒 如果你用RUS 是不是更好一點 其實也不一定 但是可能你的收益 我們認為 對安全性的收益 可能要比 對性能的損失更好一點 這個還是看你自己的業務的人 謝謝 謝謝